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天氣炎熱的時候 地面常常看到積水 俗稱為海市盛樓 試問為什麼有如此的現象 這是第一個問 那現在為什麼會這樣子 理由是這樣子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地面有積水 就是當你天氣炎熱的時候 那這個通常地面的溫度 就越靠近地面越高 溫度越高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面這個柏油路 它的那個比熱會比較小 所以太陽光照射下來的話 這個柏油路會比較熱 那柏油路熱的話 接近地面的空氣 它就密度就會比較小 那接近地面空氣的密度比較小的話 這個就是書戒指 上面是密戒指 那你現在比如說我現在有一棵樹 現在的話呢 比如說有一棵樹 那這一棵樹的話 它現在那個太陽光照下來 照下來這一棵樹的話 就是光的話呢 這個反射 反射以後的話 這個光照到地面上的時候 因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下面是書戒指 上面是密戒指 那我們知道說 一到陽光的話 從那個密戒指 射到那個書戒指的話 它會偏離發現 好 那它會偏離發現 那它偏離發現的話 當這個 這個光線夠平的話 它會產生全反射 也就是說 比如說在這裡的話 當這個角度的話 超過這個臨界角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全反射 也就是說這樣射過來 這樣慢慢彎曲 到最後的話呢 多次折射 那會有一次全反射 那全反射以後呢 再折射出去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你眼睛在這裡看的話 你就會以為什麼呢 你的眼睛如果在這裡看的話 你眼睛在這裡看的話 那你接受到這一棵道光的話 你會以為 這個什麼呢 這棵樹的話 這棵樹的話在這裡 就會形成倒影 形成倒影 形成倒影 那形成倒影的話 那我們就以為什麼呢 以為這個地面有積水 為什麼我們會以為地面有積水 因為 因為那個 我們知道那個水面 它都會有倒影 水面會有倒影 而且 那個倒影 它為什麼呢 它會這樣微微的 微微的擺動 為什麼會微微擺動 因為那個水面 它 碰到那個風的時候 那個水面會擺動 那水面會擺動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個倒影 會擺動 這個也會擺動 為什麼 因為這個界子 基本上是空氣 空氣它本身的話 它也會擺動 它空氣會擺動的話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影子 在那邊擺動 好 那你就 那你看到倒影的話 因為什麼 因為水面才有這種倒影的擺動現象 所以的話 我們會以為 這個 這個 它這個 我們看過去的話 以為 這裡會有一灘水 因為水才會有倒影 那我們 那我們就覺得 這裡會有一灘水 那我們會看到這個倒影 那這倒影的話 就是所謂的海事聖龍 海事聖龍 那第二個問 它是說 那請問為什麼看到的是積水 看到積水是 是 看到這個現象 跟積水的現象一樣 所以我們以為它是積水 然後它問說 而不是其他東西 比如說 比如說 不會是基土 那我們如果看到基土的話 就是說 如果 如果這個溫度沒有那麼高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 空氣的話 空氣密度沒有形成這種梯度 我覺得空氣的話 不會形成說 底下密度小 上面密度大的話 而是空氣是均勻的時候的話 那麼這個什麼呢 這個光線的話 它就直接打到什麼呢 打到地面來 打到地面來的話 這地面如果有基土的話 直接打到地面來的話 那直接反射 那直接反射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什麼呢 看到這個基土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反射光 是由什麼呢 是由那個基土反射 而且這基土它可能有顏色 你射出來的光的話 如果是白色光的話 它有一些顏色的光被吸收以後 然後你反射以後 那我們就會看到這些基土 而且這基土的話 是 就四面包容隨便射的 而不是像什麼呢 像這種 這種什麼 這種水面 或是這種空氣的 因為空氣是均勻的 空氣均勻的話 所以一束光進來的話 一束光沒出去 所以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到底 那如果基土在這裡的話 我們會直接看到基土 而不會看到什麼呢 看到到底 就這個光的話 打過來 再到我們眼睛的時候 這個光已經改變了 比如說它顏色可能改變了 比如說它那個方向的話 已經不會什麼呢 不會說 你把它看成平面的時候 這樣過來啊 露色角的環色 當然環色的話 會等於露色角的環色角 但是問題是 這裡會有曲面 這裡會有彎曲嘛 那這裡會有彎曲的話 那你射過來的話 比如說它從這裡射過來 那就跑到這邊來啊 跑到這邊來的話 那我們感覺上 就不會有那種 露色角的環色角的感覺 所以的話 我們就會 這個光這樣射過來的時候 我們認定這一道光的話 是由這個基土射過來 而不是由什麼呢 而不是由這個道理 如果是這樣直接過來的話 我們會以為光是從這裡過來 我們就不會看到道理就是人了 就是說它光是過來的話 我們就直接看到基土 而不會看到道理 就是這個原因 一定它 以前無所謂的 我們有靠近欸 有些資格